欢迎来到北斗涌频道,今天是2020年4月15日第76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长和》系列之《电能的投资价值》第2集 对上一集,我们就讲电能实业,怎样与长江基建的恩怨情愁 亦都讲电能实业怎样去卖仔求榮 今集我们就想讲多些关于它本身的业务 在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电能的业务包括火力、可载生能源、输电、输油、配电、配器等等 而这些业务在哪里经营呢?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中国、英国、香港、澳洲、荷兰、加拿大、纽西兰、葡萄牙、泰国都有这些业务 而这些业务就是带给它有可观的盈利 大家在投资这个电能实业里面,首先一件事要知道的 就是它这个集团的业务方针是什么 所以如果大家想一些很快就会有很大的增长 股价会升得很紧要的话 对不起,这一间公司应该不适宜你去投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间公司的投资项目 最主要就要focus在一些规管完善、发展成熟的市场 可以确保有稳定的收入 然后长远来说是可以持续增长的业务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慢吞吞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投资在电能身上,想赚大钱的话 我劝你就不要想了 另外,电能实业的业务你可以看到 有现在的客户达到超过1900万户 当然是说它这么多个国家的业务加上 另外还有什么好看呢? 另外好看的就是供电这一方面 其实供电这一方面我最看重的 就是这个可载生能源的业务 因为它的风电或者太阳能电 这些东西是随着我们的科技的进步 它以后这些生产上的成本可以大大减轻 虽然它现在占的发电部分就不是很多 大概是16.8% 但是如果将来我们的科技继续提升的话 在这一方面的收入就会好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着这一方面的发展 电能实业在2019年的盈利状况 大概可以在这图里面五大范畴 我们可以反映出来 其中占得最多的超过一半盈利的来源 就是来自英国的 占了52% 第二个就是澳洲占了21% 香港只是占12% 内地就更加不用说了 只有6% 所以在这里来看 香港的市场对电能实业来说 其实也不是太大的影响 最主要的两个地区就是英国和澳洲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也有很好的规范和规管 可以保持到他们的盈利 所以这两个市场如果看得好的话 或者管理得好的话 理量上电能实业的业务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另外在2019年股东的盈利是接近72亿元 那它派息方面就和去年一样 都是2.8 希望今年都可以保持到2.8 但大家就不要期望过高 另外收益率也达到5.55% 以现在的市道来看 如果可以有这个回报率 算是不错的了 不过大家要紧记一件事 就是这间公司是没有什么利润保障的情况在 他们属下的机构 例如港灯的确有利润保障 另外在英国和澳洲甚至加拿大 都有这些保障的计划在 所以他们的收入是倾向稳定的 但你不要预期它会增长得很快很多 尤其你看到今年的情况 周围都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似乎在香港也好 在欧洲那方面也好 甚至在其他地区那方面也好 他们的盈利都未必会做得太好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 就是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今年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大家就不要只放在今年的发展状况来看 我们要看就看长远一点 因为这间公司是要慢慢来的 电能实业的业务是倾向国际化的 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看着的 就是这个外汇市场 为什么这么紧要呢? 当然因为它要将钱回到港币之后 用港币结算才可以知道盈利多少 例如在英国方面 它今年受到的影响 最大主要就是这个汇率的影响 因为它在英国里面的业务大多数都是有利润的管制项目 就是说是包你赚钱的 但是因为在英镑跌得紧要的情况之下 你就看到它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澳洲 澳洲它的业务就是这么说的 表现是强劲的 那就多谢它了 另外在澳洲山火我就很害怕它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它在报道里面也说了很轻微的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所建的那些电塔的材料不是碎市 而是一些钢材来的 所以受到的影响是极之轻微的 这个就算是幸运了 另外也是受到汇率的影响的 我等一下就说回汇率那边 至于香港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说呢? 它的利润保障是有的 不过是跌了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的话 譬如2018年 港灯就大概可以占到10亿元的盈利 但是因为利润管制跌到8%的话 所以在2019年就只剩下不够8亿元而已 但是这个利润管制是去到2033年的 所以香港也没有受到什么外汇的风险在里面 所以香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至于你看回英镑 现在好了很多了 现在大概是9.6、9.7 前一段时间最低人怕的时候是跌穿9元的 难怪长江基建都会跌得这么厉害 另一个也是澳元、澳洲元 我们都要看着它 它现在都好了很多了 现在升回接近5元这个水平 但是你要记得上次对上一次没有多久 它只有4.3元多 所以这些外汇的弹跳也会影响到这间公司将来的盈利保障 所以这个外汇市场我们都要看得紧一点 至于电能的财务方面 为什么它的股价现在可以比长江基建更高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间公司是没有负债的 是正现金的公司 那怎么可以看到呢? 譬如在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现金存款大概是接近49亿元 但是它负债只是33亿元左右 所以一来一回 剩下的钱全部都是正现金的情况 大概有15.5亿元 虽然不是多 但是你知道 在一个环境恶劣的情况之下 一间公司没有欠人钱的话 其实是最轻松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将来如果这间公司要继续发展的话 靠它现在的正现金状况 是不足以令它可以去收购大型项目的 而是需要举债的 举债有没有好处呢? 现在的利息就比较低些 而且现在每一个国家 为了救他们的经济 都用上QE 硬硬把利率推低了它 所以如果它找到一个适合的项目去投资的话 理论上现在举债 对它来说不是一些困难 反而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它可以赚到一个好好利润的利差 其实我对电能实业的管理层 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因为他们炒完一碟 都只有十几个人在经营这间公司 但这间公司的经营方针 也要好看这个主席 他在他的主席报告里面 有什么启示出来给他们听 所以有时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尤其这里你可以看到 他告诉我们在环球超低利率的情况之下 很多监管国家的机构 他们再跟电能实业谈准许回报率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说 现在利息都很低了 你们的利润保障就不能再拿这么高了 所以有机会 或者很大机会 都会令到它的准许回报率会降低的 所以霍建宁在这里也说了 将来如果我们这间公司的收入 是向下跌或者减少了 大家不要觉得惊奇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政府的限制之下 经营的问题 另一方面 就是公司现金的状况 就挺好 因为有钱在这里 但这个钱未必够他 是收购大型项目的 不过不要紧 因为他信太好 没有欠人钱的话 自然 如果银行肯借钱的话 都会借多些给你 所以他希望可以收购多些 比较大型的项目 令到有自然的增长 记住 自然的增长也是比较慢些的 最后 他也说过 这间公司相对来说 是比较保守的 他们是要在成熟的市场里 找到一些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无论是新公司也好 或者是现有的公司也好 最重要的是 财政状况要良好 可以买入之后 立即可以有钱收的 这些才合乎他们的收购口味 我们现在看回电能实业这五年的股价 因为有些股东经常都喊惊地说 哎呦好惨啊 股价跌得很厉害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这一幅图的话 你见到由2016年开始 2017年、2018年、2019年一直下去 你见到那个情况 股价是不断向下跌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2016年和2017年 两年间都不断派息 一个派5元一个派13.5的特别股息 所以也不是很差 当然如果有些投资者不幸 在2016年最高位 我假设是80元 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的话 其实你现在见到的确跌得很厉害 但是你不要忘记 除了有特别股息之外 也有普通每年的联息派 所以加加完之后 其实就不用亏钱 不过就亏了这几年的光阴 所以我都说了 你如果投资得在这只股票身上 你不要期望它会有很大的升幅 因为这一只是万吞吞的股票 所以要很有耐性 才适合投资在这一间公司身上 既然说到电能实业 没什么理由不说到它妈妈长江基建 在这幅图里面 是一个五年期的股价走势图 红色代表长江基建 蓝色代表电能实业 这两间公司的股价有一段时间是很接近的 其实现在也接近的 不过在2017年之前 电能实业的股价是高于长江基建的 但自从派完特别股息之后 情况就一度扭转过来 不过现在也是电能实业 比长江基建的股价高一点 这样的情况正如我刚才所说 是因为它可能没有负债的一间企业 所以比长江基建比较优胜 如果长江基建的股价高于电能实业 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这样就有机会了 否则相信大公子是不会动用太多的资源 去收购一间公司回来的 但是当然另一件事 就是要想一想 究竟这两间公司合并了之后 对它其实有没有好处 如果有好处的 不怕再提出合并 我们下来这个总结 看一看电能实业 我们讲了两集之后 有什么的总结我们可以说出来的 第一就是2020年的全年业绩 预期都会向下的 不过如果只是这一年就无所谓 我们要看长远一点 第二就是全球的萧条情况之下 外汇相对都会疲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香港人不去英国的话 我们就不会要英镑的 就是这样说 纯粹就是因为一个供求的问题 所以令到外汇相对来说都会弱的 但是你看住 如果英镑升上10元以上的话 这个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尤其或者是澳元 如果升上5元或以上的话 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所以大家都要盯着这个外汇市场 另外全球的利率倾向是0% 你要记得有很多退休的企业 尤其是官方企业 比如那些老师的退休基金 他们一定要投资在一些稳定的地方 电能实业就对他们口味了 因为派息稳定或者回报率都不差 另外你这个利率去到0%的话 其实很多人对3%4%的回报率是觉得是接受得到的 所以这个电能实业相信也未必会差到哪里 另外就是旗下的业务将会和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慢慢再商讨利润管制的金额或者回报率 这一件事大家都不要看得那么好 因为最近很多国家都洗凸了 他们可能会在这一方面捏得紧一点 对这个电能实业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另外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之下 希望好像霍建宁那样说 就会有一些巨大的交易 但这个巨大的交易就是 到底大公子能不能预计电能实业呢? 不是大公子每次都会预计电能实业一起收购的 所以希望他有份参与 其实他没有挣钱已经是很好的了 另外就是因为要支持这个长江基建的业绩 或者他的现金流 所以这个派息金颜相信两个白是可以保持到的 因为他现在还有现金在手 另外他现在的派息比率也不是占很高 还有可以提高的水平 所以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另外就是香港的业绩 对他的影响现在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这间公司 就不是看香港的了 香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平稳的 要看都看环球市场 另外就是希望他们两间公司 电能实业和长江基建 可以再提出这个合併的愿望出来 如果这样是对大家有好处的话 其实不妨也要做一下 一次不可以而已 不代表第二次不可以的 所以大公子应该要考虑一下 接着下来 我下一集要讲的题材就是 电能实业的阿妈 即长江基建 在我《北斗勇投资学》的网子里面 就有几篇的文章是关于长江基建的 如果大家未清楚这间公司的性质的话 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 这里就有个地址 那就方便你们 将来我讲长江基建的时候 你们会明白多些的 麻烦你们 如果在看这些文章的过程里面 看到中间有类似这些的广告的话 麻烦你帮我卡一卡它 希望这样可以增加多些人气 让多些人知道我这个网子的存在 多谢各位 又是我自己推介自己文章的时间 几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我们香港的四大家族里面 其中的家族 他们的第二代是如何经营这间公司 其实下一篇文章我会讲新世界 所以现在就要做多些市场调查 希望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就帮忙进去看看这篇文章 当是捧场地址就写在这里了 希望各位可以推荐我这个频道给你们的朋友 或者share这一条频道给你们的朋友 令到我这里可以增加多些曝光率 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令到我的消息尽快可以送到给你们的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 看完这条片之后给个like 那就最好了